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回乌磊还是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了队友从身后尝尝 大范围的转移 这边是阿布杜上来 给小球在底线附近再到这条船 底点被中国队弯强地给防守破坏出了底线 但是麦吉江迅速地回撤 在发球区里面把球先破坏 阿布杜拉阿布杜 这球给的还是比较聪明 阿林这个角球一旦到外围 其实再延续下去攻势往往很困难 再强势后点 完成了大门 但是没有能够提正 分钟的时候 其实巴林或者之前那些定位 阿林第二波进攻 都会受到一些贴身的干扰 他现在你看贴不上身 也没有办法去多往前走 到吴雷脚下再给 这球盘得非常漂亮 吴雷转身了 摔倒在发球区里面 但是裁判没有给予任何的理会 边才也没有举棋 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 其实已经是完全站不住了 应该张希哲和两个前锋在配合 就是巴林的后防线 包括后腰的球员已经站不住了 吴雷 吴雷回来其实也是一个办法 麦吉江左脚要打门 一脚啊 这球还是差了一点点 不过质量完成的不错 对这脚是不是很漂亮 投球开起来 投球顶了一下 文静扑了 还有机会吗 最后被文静第二落点 第二次反应 把球抱在怀里 是 我们再看一下 吴雷投球蹭了一下 差一点点 看上去文队定位球 上半场这样的定位球 几乎没有 传起来文静拍了一下 冯雷婷打门 险些出现乌龙 不过任何国家队的进球 刚才这一瞬间 差一点打开了国家队的进球账户 这球跳过来了 看看 再穿的中落 穿的非常准确 靠过来 左脚打 这球飞向了 横梁没有能够飞进球门 吴雷的一脚打门 使他在这场比赛中 到目前位置已经两脚中注 对 机会已经出来了 因为改成三中位之后 你能发现赵俱日也可以往前去了 赵俱日刚才往前顶着一下子 帮助吴雷创造出机会的关键 这就是三后位的一个好处 他可以把人 还是搞得非常狼狈 宇汉超球就开起来 这就是说上半场他助攻很多 但是这种情况下 能不能保证防守就是个问题 宇汉超断回来 给他后点投球 完成了跑步线的攻门 一次左脚抽射 一次是刚才这次 汉里拔从投球 把球定向球们 达到37岁09个月的时间 投球一蹭 吴雷的速度形成了单刀 逃过了门将 被门将踢倒 这应该是一个点球 对球没有给点球 没有出示点球的手势 看起来还是没有给点球 我们需要慢动来判断一下 今天吴雷的反差身后 做的真的非常坚决 已经完全形成了单刀的机会 找到这边 有机会了 看李学鹏 传到门前的时候 抢点 又是门将立功了 这是个好机会 那么先一号队 经验地把球先破坏 这球传起来 并没有约位单刀球的机会 挡出了 严峻林 这一次确实出击非常及时 对 冯耀宁刚才 解围之后 这个防守 想方案的 好 前场断球 吴雷拿球 吴雷今天状态确实很好 速度非常快 再过对方的球员 稍微慢了一点 台湾员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 在今天进行的 国际友谊赛 中国队和巴林 最终的是战成的0比0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